美國跟以色列 攪入戰爭當中 讓美國現在 真的是全世界都有一些不同的聲音 現在看到的是 已經 以哈的衝突來到了半年了 然後加薩走廊超過3.3萬人 巴勒斯坦人喪命 這個七成都是婦孺 是BBC的報導 然後可以看到這個週末的時候 納坦雅胡又有很多抗議的聲音 但是這絕對不會撼動了他 世界衛生組織說 加薩的西法醫院 已經淪為廢墟了很多遺體的空殼 另外 伊朗這邊非常生氣 最高領袖他的顧問 他說以色列在各國大使館不再安全 對抗殘暴政權是合法 而且正當的權利 另外以色列這邊則說 我們早就準備好 應對任何的可能性 另外美國這邊也很擔心說 要嚴防以色列 還有美國在敘利亞的資產 會被伊朗給打擊 然後納坦雅胡說你敢打擊 你敢打擊就引來地獄般的下場 不過黎巴嫩真主黨這邊就說 其實他們這個 因為以色列去打伊朗駐序的使館 這就是一個最大的轉折點 亮哥你怎麼看 這個分兩部分 一個是伊朗敘利亞大使館被攻擊 那目前我認為伊朗一定會報復 那只是說他是限於導彈 加五人機的攻擊 那目標包括以色列駐外28個使館 那還有他國內 譬如說特拉維夫 這是第一種 那第二種就是 什葉派民兵會不會出手 比如說這次被打死的是聖城旅的指揮官 那他管轄的範圍還包括黎巴嫩真主黨 所以這個我們講伊拉克敘利亞的聖城旅 加上黎巴嫩真主黨 他們會不會出兵 或者有更強的火炮攻擊 因為黎巴嫩真主黨 比哈馬斯要強到很多 而且他很強硬 對 所以我覺得以色列大概就是 坦白講我認為納坦雅胡這個人 已經進入偏執狂狀態 我認為他去攻打敘利亞大使館是故意的 對 那目的就是要引發真主黨攻擊以色列 然後美國捲進去 對 就是這樣 所以伊朗要不要 對這裡做一個戰略的判斷 就說我不要中你的計 那我就只做導彈跟無人機 對大使館的同比例的攻擊這樣 那如果這樣的話 大概以色列也不能怎樣 難道你要繼續打伊朗嗎 這個美國恐怕也不會同意 對 沒錯 那另外一個就是 美國確實對納坦雅胡很頭痛 所以納坦雅胡今天就做了一個反應 他撤出部分的部隊 對 這個我們講是那個康 伊尼斯那個地方 漢尤尼斯這個地方 是加薩的南部這個地方 對 這件事情我也要特別問兩個 因為以色列說宣布從那個地方 撤離 留下一旅 然後就有人說是為了重新整隊 包括要進攻拉法進行準備 然後他也說以色列自己說 我們要對北部黎巴嫩這個地方 要進行相關備戰 因為真主黨可能會攻 然後白宮的說法是說 沒有啦他們真的累了需要休息啦 但是以防長說我們撤軍就是為了將來的任務做準備 包括在拉法的軍事的行動 我覺得這個UNIS 可能這個地方有一些是預備役啦 OK 那就讓預備役回去上班啦 這個我覺得是首先是這一個 就是白宮他們講了一部分的事情 所以他們真的累了需要休息 對 因為他真用了大概7700個預備役 對 因為以色列他們很多 他是民 跟那個軍他們是混在一起 對 他平常是上班 對 現在被針過去 對 所以可能現在歸建回去上班 對 那另外就是 我認為美國可能也在斡旋要介入跟埃及潭 南部 那就是打拉法一定會扯到邊境要不要開放的問題 對 不然這些人要去哪裡 哪一地方去 那如果都塞在那個地方 那死傷無數 那因為現在拉法的邊境 埃及在控制啊 所以我認為在打之前 他可能要協調 拉法的邊境要不要開啦 對 那可是這個地方一開就不得了啦 因為我們知道埃及 坦白講埃及事實上是 加沙戰爭第二個最大的受害者 沒錯 最大受害者當然是巴勒斯坦 對 那第二大受害者就埃及 第一個他的那個這個金庫 這個過的這個船的沒有了 然後再加上他通貨通脹 就蘇伊士運河嘛 蘇伊士運河沒了 還有他的旅遊也沒了 對 然後他又通脹 因為旅遊是他最大的收入 對 旅遊真的是 那還有 還有一點我後來才知道 埃及的 他是有天然氣的啊 他本來是賣給以色列的 這全斷 OK 以色列南部是買他的天然氣 是 因為要近嘛 而且他跟他有和平協議嘛 對 所以他們本來就是正常往來的 所以埃及等於是你剛剛講的嘛 蘇伊士運河 旅遊業 天然氣 三大收入全沒了 所以幾乎破產了 所以以色列當然就是想要 趁這個機會去跟埃及商量 那我認為美國大概就是說 不然我們國際貨幣基金給你錢啊好不好 大概要來誘惑他啦 OK 那就說你打開邊境吧 那至於 如果萬一真的有 巴勒斯坦奈民跑過去 那那個錢啊 我會來幫你處理 那我認為 阿拉伯國家也會願意啦 來協助處理 因為他真的沒地方跑了 就這個錢啊 這個錢啊 那這個坦白講 就是一個很無奈的討論 就埃及是很不願意 因為這個等於就是 平白無故 加薩被你趕出一批人嘛 這真的是埃及最不想做的 因為呢 他會讓了加薩的人 流到了西奈半島 是啊 那就是以色列要的啊 是啊 以色列目的就是這個啊 他就是這個目的啊 是啊 那這個 如果沒有到了一定的極端的情境 埃及是不會同意的 那以色列現在就嚇很招啊 現在就已經到了這個關鍵點上 真的TP point到了 沒有錯 然後所以我說這兩件事啊 我認為美國還是跟以色列有默契 就是要讓他打拉法 天啊 可是美國不希望是納坦雅胡來做這個事 因為他覺得納坦雅胡會難以控制 對 所以美國也在醞釀啦 因為坦白講那個根茲啊 這個根茲 他也是那個戰爭內閣的成員啊 讓他去訪美嘛 這個讓納坦雅胡非常介意 美國要找人把我幹掉是不是 對 對 因為他本來就是一個脆弱多數的內閣 所以只是美國不想自己動手啦 他希望 以色列內部政界有人出來反納坦雅胡嘛 那現在目前上街頭抗議的人大概只有十萬 這個力量還不夠 不夠 不夠 對 所以大概就考在這裡這樣 對所以這真的是以色列 納坦雅胡在布的一個局喔 第一個呢 全世界壓力很大 美國在聯合國安理會先投了棄權票 他現在把美國拉下水 所以呢去打了敘利亞的這個 駐伊朗的大使館嘛 所以呢 伊朗現在都繳進去的話 真的是讓美國也繳進去了 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以色列這一招 要讓美國入局 那伊朗呢他要怎麼回應呢 這個禮拜真的是關鍵 另外呢 美國的前議長裴洛西啊 跟四十名的美國民主黨眾議員 致函拜登說 停止向以色列送 這沒有意義了 真的沒意義因為太少了 因為民主黨有兩百多席 對啊 這是少數 好 那所以呢 這個是沒有對於他以色列 有任何的一個威懾 都不會的 然後呢 所以納坦雅胡非常的嗆啊 說以國在加薩戰爭 距離勝利只剩一步之遙 在釋放所有人質之前 不可能休戰 另外還有包括了他炸死志工 真的是讓全世界大罰 然後同一天呢 因為亮哥說 以色列跟美國其實都呢 有在有默契 你看啊 炸死的志工當天 結果呢拜登還核准了 數千發的炮彈 更別說之前也說要給他呢 50架F-15戰機的軍售案 價值超過180億美元 所以呢 米勒這個犯人就被記者問到 你一邊哀悼 一邊送武器 你不覺得自己不可信嗎 本來就是啊 沒有人相信美國啊 因為事實上他當天核准可以Hold住啊 對啊 你為什麼要核准 你都打了他才給 可是都講好了嘛 那 美國有沒有遵守國際人道法 美國有沒有自己打 當然有啊 這不是廢話嗎 那目前是這樣啦 因為安理會通過的那個決議啊 是說你災界月不能打 可是災界月4月9號就到了 真的到了 那之後如果以色列還質疑要打 那基本上聯合國會有人發動要制裁他啦 那我覺得以色列也不管啦 反正他打也打沒幾天啦 我認為以色列美國最多也不會讓以色列一直打打打 打到11月不可能 大概就給他再一兩個月啦 就是說你再打看你做個收尾 對啊 要下台階啦 那個反正那一兩個月以色列被制裁也無所謂啊 反正他又不是缺錢 美國會給他啊 就這樣吧 那反正到了一兩個月之後 這個戰爭就到尾聲了嘛 那你制裁到時候就取消了嘛 對 我認為大概是這樣嘛 是 但是這一個就是剛剛說了 為什麼以色列要逼呢 到達這個Tipping Point 他呢讓這些加薩人 趕到了西奈半島 這真的是中了 這個以色列最想要的嘛 我就把這所有人都趕趕趕 我看也是美國吧 對 他們就這樣這樣顧這張局嘛 然後呢 其實我講一個更殘忍的局 搞不好阿拉伯國家也樂見 哎呀 那真的蠻 因為他們就是覺得 哎呦 老是那邊吵加薩煩死了 那我們就出錢吧 是 把那些人 讓他們安居樂業在埃及嘛 那 反正到了埃及 就沒有以色列 就不是以色列人跟你在相處嘛 所以就不至於每天都發生 那個丟石頭的事件啦 你知道嗎 可是這個聽起來有點悲哀 真的蠻悲哀的 你看 所以中國大陸說要兩國方案 也要讓巴勒斯坦人建國嘛 不能你以色列建國 另外一個中東小老弟被遺棄在這邊 那真的是國際的現實啦 所以中美當中 誰才是大國當中 真的能夠扮演南方國家的發聲 真的也是值得 在這個戰爭當中看到了 另外來看到另外一場戰爭 就是中俄的這一塊 拉夫羅夫 俄羅斯外長 已經訪問到中國大陸了 然後他當然會跟王毅見面 他4月8號到9號 對中國到進行訪問 然後說要在聯合國 金磚 上河 G20來進行合作 然後其實呢 俄國媒體就說 其實美國北約都持續向亞太地區擴張 所以其實他們要合作的地方很多 要團結更多南方國家 好 亮哥你怎麼看 中俄 這個 這個就是在鋪排普京訪中國 對啊 五月嘛 因為普京勝選之後首訪 我覺得一定是中國了 對 因為普京都在勝選之後 演說都說得這麼白了 就是他為了要也要發展科技創新啊 要建立好幾個工業園區啊等等 那真的能幫他大忙的就有中國嘛 真的只有中國 對 可是你也可以看到 葉倫這次到中國也特別警告這件事 我認為美國已經看到了 所以他就特別警告他說 你不可以幫助他任何有關軍事的事情 可是科技園區你說有沒有關 這個就灰色啊 你要抓到證據啊 不然都科技啊 美國的認定 就是軍事 這個就好比你 你到時候中國一定會有一些工廠 去那邊投資嘛 那你說他做出來不管是零組件啊 或者是完成品啊 那會不會用在軍事上 這誰知道啊 這又不是中國 能管的啊 意圖要這樣做 對 是啊 對不對 就是俄羅斯 可能是民間公司跟你交易啊 對啊 那可是那個民間公司 再去跟軍方交易啊 這誰管得到 是 對不對 沒有這樣子管到那個什麼 二級制裁 不可能啊 對啊 那麼管 二級制裁誰管得到 可是我覺得我隱隱約秀到這個 我認為 美國就是要針對 俄羅斯的軍方做二級制裁 對啊 我也感覺是這樣 對 那但是呢 你真的是能夠擋得住俄羅斯嗎 因為現在俄羅斯經濟不錯 而且軍工整個大復活 所以在俄屋這個局勢當中 我們知道美國拜登 不會讓烏克蘭輸啦 繼續挺著 你葉克姆要給我撐到11月啊 不然選舉怎麼選啊 所以亮哥非常悲觀說 這個俄屋局勢不會那麼早停 一定要這個拜登撐到我選舉選完嘛 但是呢 川普就不一樣了 第一個我們現在看到 北約秘書長史托騰伯格說 不排除烏克蘭要做出某種 協調性的可能喔 然後呢川普說 第一個他提到說 華郵啊說 川普斯蒂夏表示呢 可以透過施壓時的烏克蘭 放棄一些領土來結束戰爭 因為他說24小時能夠解決嗎 所以是難道用 迫使烏克蘭放棄領土來結束戰爭嗎 當然川普這邊說 這是假新聞假新聞 然後呢他也說呢 如果說我知道俄羅斯要被恐攻的時候 我自己會打電話給普丁 代表說普丁 其實他也有一些怎樣 跟俄羅斯可以交上 談上話 是啦 可是那個斯托騰伯都要下台了 所以我認為 這個所謂領土換停火 這個東西根本沒有人在醞釀 基本沒有 是 那哲倫斯基 反而是 坦白說啦 那真正的問題是在於 俄羅斯變得很強勢啦 對 所以 尋求談判停火的那個動力變弱了 因為我是強的 我是勝的 我幹嘛跟你談 而且他看出烏克蘭的缺點 對 就是他要再對戰 那個能量是很弱的 所以你最近沒有看到一個現象嗎 哲倫斯基現在很少走在外面的照片 對 很少 因為他怕被暗殺 管不住 我認為 你去想一想 如果俄羅斯想談 他就要保住你的命嘛 對 因為畢竟你是民選的領袖 有代表性啦 對 所以我要跟你談 所以我要保住你 可是如果我不是這樣想 那你死了不是更亂 對俄羅斯去打更有利啊 你知道我的意思 這個會完全不一樣的思考 這真的完全不一樣 比如說我們舉例啦 比如說大陸要打台灣 那如果他想的是 希望台灣的政府 勸誘他出來談 那他就不會斬首 是 對不對 可是如果他認為 不可能談 那我只好斬首啦 那斬首之後 我就要進來控制局面 整個接管 對不對 就會變成這樣 所以我覺得現在隱隱約約有這個味道 對 就是俄羅斯已經 不願意再跟哲倫斯基談了 因為他覺得 你背後就是美國嘛 有什麼好談的 是 那我就用力量 展現給你看 就展現給你看 對 所以哲倫斯基最近 我的感覺是 他就有點提心吊膽這樣 是 亮哥講到一個很大的觀點 就是說以前 俄羅斯是有中戰指導原則的 他就那四個幫 他就是要去納粹化這些東西 結果你搞了半天 你不讓 不讓不讓 你又不談不談 談到現在四個幫 現在已經納入我這邊 而且也選舉了 然後地孽伯和 也許也變成我天然屏障 一路打打打 打到你奧德薩都沒有了 你還要談什麼 對啊 對不對 就是這樣 所以他那個 慎選的演講 他就講說 他要建立軍事緩衝區 就是我不管你了 你知道吧 我今天沒有移動 我鞏固住 奧德薩我鞏固住 你誰當總統跟我都沒關係 那是最重要的地方 對 我這邊就是完全不用擔心 你會什麼 對 我覺得他越來越是這種思考 所以就變得 更嚴峻 這真的很棘手 因為俄羅斯現在是越打越強 軍工復活了 那能源這些 也就是賣得很好 而且你要知道 那四個幫都變成他的收入 那個是烏冬的大肥肉 那邊 變成他的GDP 然後人也變成他的人 變成這樣 所以我跟你講 你現在聽他講話 你要仔細聽 OK 他講說 我們俄羅斯只對我們境內 境內是包括那四個幫 那四個幫已經是境內了 對 你要聽清楚 所以我跟你講 事實上俄羅斯在徵兵 那個年輕的兵就會問 那個徵兵的單位說 我會不會派到烏克蘭 他說我們一定是優先在境內 境內其實就那四個幫 那四個幫就算了 OK 原來是有這個道理 原來就是這樣 好 那這也是代表怎麼樣 這個戰爭真的是此消彼長 一開始的時候 全世界很關注烏克蘭 會反敗為勝等等 現在西方還有在這樣吹嗎 沒有嗎 沒有 我們看的是很真實的 真實的戰爭的實況 很殘忍 而且我講白了 烏克蘭對德烈伯河以東 是毫無能力 沒有辦法了 真的沒有辦法處理 就是這樣 地內伯河如果真的是 變成天然屏障的話 真的對烏克蘭 是很大很大的損傷 對於俄羅斯是個大補丸 我們說現在中國大陸 也越來越有底氣了 尤其新三樣出口的非常好 但是葉倫看起來非常 慈眉善目到中國訪問 但是天天在講 產能過勝 天天講這個slogan 亮哥就說 其實這凸顯什麼呢 這個是十二字真言 亮哥等一下自己解釋 他說都是美國至上蠻橫無理 簡單粗暴 然後不管怎麼樣 他這次來沒有紅地毯 然後跟李強見面 其實很關心的是穩定 因為中美真的是很 經貿也是往來很大 公平 李強也說希望你公平 你每天都犯國家安全 第三個當然是關鍵詞是溝通了 亮哥你怎麼看 葉倫這一次來 我覺得 我覺得講這些都沒有用 說實在 這個葉倫還要干涉 你中國的產業政策 對他最新又講了 今天又講了 坦白說你這個是 根本就 不然你就用哪一個WTO的準則來談 不然你是根據哪一條 因為WTO要認定補貼 或者是傾銷 人家是有規則的 你起碼拿出數據來證明 你說中國政府有補貼 或者是 你說人家是過剩產能 這個在經濟上都是有定義的 你不能隨口講講 所以我才說你蠻橫無理 你沒有拿出任何數據 美國說的算就是這樣 對啊 我認為有就是有 所以你看歐洲就沒有根 比如說人家消資還是要去大陸 12個企業門徒又來了 是 我就跟你講說這種事情就是 我跟你講你面對市場競爭 我們講白了 這個在歷史上已經發生過多次了 就某一個國家的某個產業 特別強大 然後衝擊到我的經濟 這個大概有兩個模式處理 第一個就是 就是你希望對方來跟你合資 對 我也要賺一點 日本豐田就是這樣被迫跟人家合資 對不對 中國目前的電動車就是跟德國在合資 美國是你不讓人家進去 當然就沒有合資這個問題 這個第一個是合資 對 合資 第二個就是不然我來你這邊投產 是 我僱用你的勞工 我全資 你美國這兩條路要開通給人家 你又不開通 他都不要 然後又說你才能過剩 我又不在你美國生產 這個簡直不明奇妙 你才能過剩個頭 美國根本沒有賣比亞迪 到底你過剩在哪裡 比亞迪根本就還沒進去你美國 沒錯 所以而且事實上彭博自己 也說一月二月加起來 中國大陸賣到海外的電動車 大概只有25萬輛 哪有才能過剩 這個量很少 國內賣得好好的 本來就是嘛 所以我是覺得 美國就乾脆講出自己真正的理由 就是這個 你這個競爭力實在太強了 我打不過你 不然你來我們國家生產好不好 我覺得川普就比較誠實 川普改口了 對不對 川普就是這個說法 不然你來我這裡投資 我們的勞工你要 要用美國的勞工 你要不用 那這個合理 合理啊 不然你就學德國嘛 到中紀之後就跑來合資嘛 對 不然你GM來跟人家合資嘛 之類的啦 就是說你正路不走 走這種歪路 不知道你要幹嘛啦 然後那個戴琪還跑去歐洲 號召歐洲人來跟美國搞反中聯盟 對 歐洲人根本就聽不懂你在說什麼 不然你也提供一下補貼的證據好不好 歐洲人不是說要去調查有沒有補貼嗎 對啊 時間是兩年耶 所以歐洲人做事情就 坦白講他不會亂來啦 因為他不像美國 在跟人家博弈搞政治 搞這個霸權鬥爭嘛 美國根本就是霸權鬥爭的邏輯 對 那歐洲人不是 歐洲人就覺得 我要反中 我要有點根據 要有理由啊 是啊 所以他努力在做補貼調查 對 到現在還拿不出證據啊 是的 那在那之前 那德國就不管啊 我就去跟中國做生意了 就是這樣啊 是啊 所以 所以我覺得歐洲人聽戴琪裡面講 一定會覺得說 你這國家怎麼那麼霸道啊 你怎麼會變成這樣 因為這已經沒有邏輯了 那更離奇的是阿斯麥爾 美國那個BIS商務部那個安全 出國管制那個官啊 對啊 還特別帶了一個國安的官員 飛到荷蘭 去心思問罪 要逼人家不准做售後服務 好奇怪啊 這是什麼邏輯嘛 怎麼有人流氓到這種程度 我們已經做完生意了 然後你去告訴對方說 你不可以提供他售後服務 這不是合約當中就寫好的嗎 那人家對方來告你要怎麼賠啊 就你何難自己賠啊 哪有這種邏輯啦 我的意思是說 這美國已經亂了套了啦 就是 他已經喔 這只剩下這個霸權邏輯啦 已經沒有 沒有我們講的這個 這個在國際行走 該遵守的規則啦 你請問你這規則是什麼 WTO沒有這樣 你布林肯不是愛講規則 主導的秩序嗎 那請問這是什麼 為什麼阿斯麥跟人家做完生意 不能提供收穫服務 這是什麼邏輯啊 只有一個邏輯 是因為我美國不爽啊 是啊 可是這個也不是你講的規則啊 這個現在規則變成誰被你講啊 Rawed Based Order 這個入額就是美國的入額啊 亮哥 那你寫出來嘛 你寫出來嘛 所以你敢寫出來 你就讓社會來看看嘛 對啦 所以這就凸顯出 亮哥提到了 霸道跟霸權的思維啦 那這就是會讓全世界裡沒有辦法 說服得表別人嘛 你天天在講什麼產能過剩啊 等等喔 你看喔跟這個王偉中見面說 產能過剩啊等等喔 然後跟商業領袖說產能過剩啊 講了五次了 我跟你講喔 產能過剩 比較明顯的是中國的基建 就它因為高鐵發展得太好嘛 對 所以就有大量的鋼材啊 還有大量的建材 那確實過剩 是 那它蓋高樓啦 或者蓋高鐵 對 確實是過剩 所以他才提出一帶一路嘛 可是人家一帶一路也不是這樣壓你啊 他去簽約啊 對啊幫助你 那我有那個基建垮摩的施工隊 我來幫你施工嘛 對啊 那我國家有錢 我融資給你嘛 是啊 那就讓我這個過剩產能有出口 有地方去啦 就這一點來講 還比較成立 而且是他自己承認的 對啊 他說我們有過剩的鋼材啦 建材啦 那希望來幫第三世界創造基建嘛 這個中國大陸自己講的啊 那當然 也藉由那個過程來得到能源嘛 然後 得到人民幣國際化嘛 等等 慢慢來 這個我們都知道那個過程 一帶一路 從2012年就開始了 那 中國電動車 換 這個傳統汽車 到現在還沒有過50%耶 對啊 怎麼會過剩 不知道你在講什麼 邏輯不通 就是 然後全世界 有電動車的國家沒幾個耶 對啊 這哪有過剩啊 你以為全世界的車子的賣你啊 那不然我去賣 泰國啊 印尼啊 墨西哥啊 中南美洲啊 人家也歡迎得很 對啊 還有中東啊 對不對 所以我說 這個真是 葉倫真的是把自己的工信力全部摧毀了 對 所以呢 我們知道說中國大陸的電動車 最近幾年才開始走出國外 我們才提到說BRD最近才開始布局海外 什麼叫產能過剩 產能過剩 產能過剩 這有的時候你是誤解了 因為呢 產能過剩 它其實是幫助很多人啊 綠色啊 這些能源能夠普及嘛 不然你美國都賣那麼貴 誰買得起電動車 中國大陸的BRD 到你那個地方去 你還買得起 可以幫助世界嘛 那什麼產能過剩 天天談這個 另外再來看到是說什麼呢 其實亮哥還說 真的是野蠻國家 就是提到了ASMO的這一塊 對ASMO來施壓 要阻止荷蘭的晶片 提供維修的服務 但是呢 光2023年銷售耳當中 中國大陸就是ASMO的第二大市場 那你現在這樣子 不是就要荷蘭去死喔 第一大市場是台灣嘛 就台積電嘛 對 那你說台積電不要提供它售後服務 開什麼玩笑嘛 我從來沒有看過 有一個國家 竟然提出這種訴求的 你通常都是 我們說以前那個瓦森娜協議 也是說你不能賣 對 對不對 哪有說賣了之後 不准給售後服務的 我真的 好奇怪喔 聽了我都快笑出來了 你知道嗎 但是 我就是沒招了 沒招了 我跟你講 為什麼它會這樣 因為它發現 中國大陸透過DUV的重疊曝光 就造出了這個5奈米功能 對啊 不然它哪裡會care這個 對 我講白了就是這個原因造成的 是 那就是眼看著華為今年 就要做到5奈米 就中芯國際啦 是 那人家也沒有EUV啊 光是用DUV 就造到5奈米 重疊曝光就做到了 所以美國就很火大嘛 我卡尼卡成這樣救你還給我做5奈米 所以你那個DUV不要給它零組件 天啊 就這樣啊 就是這種國家嘛 所以這個在商業上 或國際上是沒有道理 但是你套在霸權霸道 你就說得通了 因為美國就是不開心 這個不是說得通 這裡沒有所謂通都不通 霸權霸道 誰跟你通不通 根本不跟你說理 不跟你說理啦 我說了算啦 Rural Base Order 是美國說了算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專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由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要食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Fulfil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何外的選控 消費經常獻 選擇 衁免 選擇 成功 選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